大家好 歡迎收看591建案開箱秀 我是維新 今天要開箱的豪宅整整170坪 開價1.3億 相當於80台特斯拉 頂樓還有超美的無邊際泳池 這裡是台中市最奢華的地段 七旗重劃區 幸福吧 國家一號院 大家準備好了沒 好在最重要的標配就是這個回車道 兩側精美的雕刻列柱更顯尊柔 我們從大門走進去一定會被他的Lobby嚇到 挑高11.7米的迎賓大廳 巴洛克華麗設計仿佛來到歐洲宮廷城堡 三進式門廳 營造大戶人家的隱私尊榮感 抬頭一看水晶吊燈玻璃窮頂 真的好像在拍電影 一樓的空間全部規劃為交移廳 在這裡接待客人肯定讓你有面子 放眼望去從裡到外全部使用食材 建商為了這個建案還特地買下一座礦山 你沒聽錯 這些得用整整一座礦山才足夠 全棟鋼石建築不僅安全耐用 也有保溫隔熱效果 當然啦 造價成本高昂 保養也需要下功夫 再說說社區高端的物業服務 住戶要寄信不用跑郵局一趟 投進收信櫃裡 私人管家幫你處理 圓拱式的電梯設計 有沒有發現它簡化了樓層顯示 這樣才能保護豪宅客的隱私 我們再去頂樓看看它最奢華的公共設施 保留最高樓層規劃成空中會館 仿造英國酒吧的復古lunch bar 雙弧度大理十八台 拼貼木頭酒櫃 弥漫爵士情調 有鋼琴也有撞球 看你今天心情選擇想玩的 好 宅客接待朋友 待到這裡就對了 華麗KTV包廂媲美前櫃總統廳 旁邊二十人坐大圓桌 宴客招待都適合 落地大窗 遠眺台中七期寬闊景觀 跟你們說夜幕低垂 望出去更有氛圍 吃鐵板燒不用出門 私人廚師請到家中 這些都是高端住宅才能看到的設備 繞了一大圈實在講不完 不如直接去看我最喜歡的 二十五米無邊際泳池 帶狀延伸 視野幾乎無極限 天前好的時候游個兩圈 或是來場泳池趴 是不是很像在度假 旁邊還有SPA按摩池 可以欣賞大渡山 管理費一個月一坪九十元 算是合理價位 全棟SRC結構 外加二十二點五公分中空樓板 攤開社區平面圖 一層四戶三步梯 內部格局走 帶你吃雞 第一間要看的食品屋 十一樓A戶 一百零二坪 三房三位 梯間全部都是食材打造的 這組同門 德國原裝進口價值八十萬 重點 它是純手工打造的 開放式玄關 隱藏式鞋櫃在側邊 走進來 公領域連成一氣 客廳 餐廳 書房 三處合併 皮製原件 木頭書櫃 融合食材的高品味 別說三代同堂 親朋好友造訪 空間依然寬敞 標準層樓高3.45米 放眼望去所有的家具壁紙 全部都是義大利進口的 大理石電視牆 大家留言猜猜 這一面要多少錢 陽台普舍木棧板 頗有發呆庭的悠閒感 針對市政路黃金門牌 零路建築有好有壞 優點動具大 機能佳 增值性又特別高 但要注意噪音震動的問題 記得七米窗準備好 從餐廳走過來看看廚房的位置 開放式空間 黑白面板混搭 三邊互動提升功能性 中島洗菜切菜 琉璃台烹飪調味 再送上小吧台 儀器合成 主臥室落在廚房旁邊 格局方正明亮 就算擺king size 床鋪 三邊落地空間還是意外的大 更衣室結合梳妝台和穿衣鏡 全套頂天隱藏式衣櫃 換季衣物絕對擺得下 主臥回浴一樣是全食材拼貼 我很喜歡這組雙龍頭麵盆 還有義大利VitaViva的浴缸 重點在這個開窗面 高度超過100公分 潮濕的問題完全不用擔心 另外兩間臥室 小的可作為客房 適合孩子就寢 長型書桌面窗戶引進採光 大間的套房設計捨去多餘雜物 讓空間放到最大 摸自行更衣室 營造的像是展示間 百屏格局裝修費逼近千萬 但你以為這已經是最頂級的豪宅了嗎 102坪的不夠看 我們直接開一間 170坪的10樓CD戶 五房四位 開價1.3億 嚇死你 大門一開 長型宮領域 氣度無止盡 連續大面開窗 引進豐沛採光 投影在大理石拼花地板 右側四人座 適合優雅平民 或是週末小酌一杯 深色調櫃體 加上木製流理台 格外體現生活品味 左側客廳 這裡是全家齊居一堂的位置 黑色大理石牆為重心 再用浮雕花紋拉開層次 那要提醒大家 這一間是合併戶 兩間打通 門牌可以併邊 但要注意量柱結構 跟室內格局 往旁邊走 看一下我的夢幻廚房 打開隱藏門 餐廳與開放式廚房在同一區 食人座木製餐桌 融合古典吊燈 營造優雅意境 廚房摸自行工作動線 雙層檯面方便備餐 冰箱烤箱 一個都沒少 廚房旁邊共有三間臥室 白色系的寢具加上充足採光 提高整體明亮度 這幾間都很適合小孩居住 三代同堂也沒問題 至於男女主人睡哪裡 我帶你去看 沿著客廳往另一邊走 右側隱藏門背後 走廊點綴精緻藝術品 轉過來 霸氣無比的主臥室就在這裡 黑白家具展現摩登 古典線條刻畫床頭造型 金字塔頂端的生活 就從這裡開始 沒騙各位 這真的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更衣室 深度超過8米 整排衣櫃滿滿的奢侈品 鋪上米白色地毯 家裡也有Catwalk 大理石洗手台擺外面 沐浴洗澡在裡面 這樣的空間 女孩可以耗上一整天 食品屋省略第四間起居室的規劃 改以書房呈現 雙排櫃展示主人的滿腹詩書 軟件、燈飾、藝術品 帶出不凡品味 台中七期的豪宅比派頭、比奢華 地理位置跟機能也幫大家整理一下 國家一號院位於 市政路及河南路角地 放延整個七期重畫區 除了台中大都會歌劇院 距離秋紅谷廣場也只要步行10分鐘 綠地身手可及 採買逛街可以靠星光三月、大圓百、Tiger City等 台中捷運綠線也行經七期 區域增值潛力令人期待 看完今天的建案來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七期這邊是全台知名的指標豪宅區 每一戶都千萬以上 甚至動輒破億 總價門檻非常高 從國家一號院這邊來看 一戶至少四千萬以上 可待陳述也相對低 那麼它的主力客群主要還是高資產、幻屋族、國外製廠客為主 社區本身的規劃非常精緻 全動鋼石、SRC鋼骨結構、中空樓板 這些造價都不便宜 社區也有非常豐富的公共設施 那相對的在維護上也得格外耗時耗力 從建商這邊來說呢 雖然新復發是全台知名的品牌了 但是在中台灣實在有太多難以撼動的口碑建商 從591的實價登錄當中可以發現 目前七期的建案 每瓶大約是落在四字頭左右 但是在地知名品牌 每瓶可高達60到70萬 價差相對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 這裡不是單層單戶的設計 一層四病 所以可能有些豪宅客會覺得不夠隱密 但室內格局的部分其實表現還不錯 公領域寬敞 雙主臥起跳 又享有七期的市景 完全顛覆我過往眼界 今天的吉祥開張秀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朋友記得按讚分享 順便聊聊你對這個建案的看法 優點缺點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別忘記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